每回顧還好 一看就很感嘆 原來2023年發生這麼多事情 當公司吵架 只有互槍火箭爆炸 AI 生成也算是一種大爆炸 最後在火光中流下時代的眼淚 2023年我們到底怎麼挺過來的 Epic Games 跟蘋果倉達兩年的訴訟 終於落母了 為前吵架特別認真 Elon Musk 跟 Zuckerberg 喊了半年要決鬥 啊今年是有機會看到嗎 另一個花兩年完成心願的微軟 終於收購動勢暴雪完工 但最好看的是這一齣 Open AI 攻鬥劇 三天換三個執行檔 攻勢死屍都能吵 真的是商場如戰場 我選擇躺平躺好派AI上場 這GBD上次的兩個月用戶破一億 讓生存式AI成為2023代表制 負爸爸機的微軟沒閒著 推出攝處宅了就能躺平的 AEI 助手 Microsoft 360 Copilot 太強太扯了 晶片大大們也沒閒著 做手機的高通 發表 PC 處理器 讓 AI PC 來搶市場 Intel 不想輸 也不能輸 推出全新的 Intel Core Ultra 處理器回擊 Google Pixel 8 Pro AI 換臉功能也很嚇人 不喜歡這個表情 直接換 還有宏吉一時的 AI 照片換臉 美性函是漫畫風 玩過就丟了嗎 換臉換到出事 好萊塢史上最強罷工 以後都 3D 替身來演 AI 寫資本就好 編劇 演員 氣氣氣 說這是 AI 的多勢執修還差不多 但後面還有更多事情 感謝 YouTube 給我們這一塊 升亮亮的招牌 本頻道破百萬訂閱啦 Twitter 藍鳥 掰掰 你現在叫 X 讓你看看有錢又有執行力的人 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科學世界代表 全球 LK99 常溫超導體之亂 不可行人類再等等吧 台北寶可夢中心開幕大排隊 證明我們對生氣寶貝的愛 你的普發現金 6000 有花在這嗎 就算不是花在這 2023 也有更多新玩具可以買 首先當然是 Apple Vision Pro 讓 AR VR 死灰復燃 只是超過台幣 10 萬元 iPhone 15 全數換上 Type-C 換線好麻煩喔 但斑斑囉 Lightning 我們安卓一哥摺疊機 Z Flip 5 封面螢幕變好大 小摺指尖變主流 Google 也發表首款摺疊機 做工有點粗 但長相偏可愛 可惜了 台灣沒賣 華為死灰復燃 推出 5G 手機 Mate 60 Pro 盡力 盡了個寂寞 嚇壞全世界 還是那一句搖搖領先 啊對了 別忘了Meta 推出跟 X 超像的 Threat 旋風是爆紅 但它在你的手機裡活多久呢 產品依舊推陳初心 眼花撩亂 但有些事有些人 2023年就有遠走入歷史 全球最大遊戲展 E3 永久停辦 官網看了真想哭耶 28年 掰掰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 也選擇熄燈休息 但購物中心跟拍賣還在啦 今年還在 但最難說出口的掰掰 應該還是心意成品吧 2024年新年新氣象 你最想看到哪件事情發生 A 富豪格鬥趕快開打 B 再開一間寶格夢中心在台南 C 蘋果推出AI iPhone 好啦請盡量把留言當成許願池吧 希望我們的2020年都能過得更好 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